我晃晃乎乎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真的寧寧 啊 起床了 欸 欸 千姿一定來找我了 今天是結束了 待會吧 其實每一天都要被困住都很嚴重 因為這裡有多少人 八個還是九個 十一個人總共 計算我 少一個 少三個 即是剩下九個人 我至少要睡四天這些龍 啊 太好了 很痛 可惜我還在一個龍裏面 如果這件事真是惡夢的話 那就好了 這個 冤會是甚麼儀式來的 譬如是曲斜儀式那些甚麼 集會 我知道了 對 就是兇手的集會 很明顯我認真 是吧 嗯 雖然我只是一個單純的受害者 但為了保護自己 我需要相應的知識 應該我們就一直在這裡捱 看看能不能捱到最後揭露到真相 但如果像是兇手的話 我們就好 殺 就這樣轉身離開 這是一個物形的意思 收拾 難道是收拾屍體 對呀 對呀 噢 啊 呃 特地那個棄師現場 盤永 徹底顛覆了現場保護的原則 徹底顛覆了現場保護的原則 不過這裡的人從來都沒有期待過警察會介入 這樣做都不是不可能理解的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你 應該是保護現場證據的意思 終於到結露結終了 這個是我昨天遇到回末梨花枝和歪枝的地方 接近盤永的方園 手吊蟲墓地,專門吊頸的地方 這個名字好像很危險 這裡的武器被其他地方稀薄 視野更加開闊,太陽穿透了 霧蠍 進入這一片方園 手吊蟲就是生涯的那棵蟲樹 這裡是墓地禮 是嗎? 集落的地方是甚麼的 這裡的地方是很明顯的 春秋,最初在這裡通過時 在墓石上砸了 是嗎? 要不要再罵 蛤?是這樣嗎? 為何你不早點說 幼稀的祖師呢? 非常抱歉 對不起,我以為害怕 緊急避難 我以為是 像這樣半分廢墟一樣 我以為有化妲物 在村裡來 暈了緊急迴避 怎樣怎樣 你真的相信這裡有怪物嗎? 你都看見 不過我總是覺得是人扮 不過只要是人扮 只要是人扮之餘 他會有甚麼黑化 晚上會變身 我若無其事地問錢之實 嗯,我相信 我只會這樣 夾閘著白色塵粒的胸裡之中 千知沉重的答案 不斷地回響著 我還以為 你不會相信這些事 那倒是 那倒不是的 這個... 這樣又不是的 嘘 我看見 嘻嘻嘻嘻 我的表情有這麼明顯嗎? 我又不完全 否認信仰的意義 不過信仰這件事 看不見 確實跟我的世界觀格格不入 大約她說得沒錯 可不可以告訴我 理由嗎? 理由?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我不相信 你見過嗎? 怎麼見過啊? 這個... 可不可以說詳細一點嗎? 嘻嘻,感覺很悲 可不可以說詳細一點嗎? 嘻嘻,我看見過了 但那是... 我看見過了 他... 先知道 聽到隱瞞的某件事 不知道 只是因為這件事很複雜 還是這件事 有一段某一種致命的危險 驗匯的視野 確實要討論一下 CM explain 什麼... 什麼explain 什麼呢? 耶! 開始啦! 這片墓地的視野比較開闊 不用擔心被偷聽 確實是一個很適合 說笑笑話的地方 一開始 做下了一下牽織岑的解釋 好了 首先,騰良村是一個 有獨特的傳說 其實其他地方都有類似的傳說 不過,暫時假設騰良村的傳說 是獨一無二 騰良村的信仰對象 被稱之為 身內名神 或者 身內拳宴 而且這座山的名字就是身內山 應該就是山神格化的一個山優的聖養 很久之前 具體時間不知道 身內名神 派遣了五隻野獸作為人類的守護者 其中身內名神 也象徵著自然的殘忍一面 每個違反山規矩的人 都會接受到無情的懲罰 懲罰的執行者是狼 守護神之一的狩獵守護神 不過其他的守護神 守護獸就是人類的同伴 蛇是預知天氣和龍武修成 指導人類的農作和政治的守護獸 然後是避開狼的視線 將火種交給人類 傳授人類各種重要知識的守護獸 護牙是消滅 身內名神的敵人 黃泉人的屍體消滅的守護獸 自主在黃泉人的襲擊之下 保護人類睡眠和夢境的守護獸 不過黃泉人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就是狼嗎 黃泉人還有別的東西 愛愛的推論 應該和污染 死 黃泉知覺有關 對他們來說 黃泉人是因為某種理由 從黃泉知覺反回人間的死者 是不祥的存在 身內名神 和人類動物的陣型 和黃泉人的陣型 是對立的這些傳說背景 而且 藤良村的統治階級商藤良 以之為架構為基礎 創造出信仰身內名神的教義 以狼為守的五隻守護獸 和身內名神 一起成為了村民的信仰對象 然而 優水的傳說 也有一點不同 和優水的寧願寫的特別 這個傳說在優水發生了重要的轉捏 有一天 人類和蛇 然後 烏鴉 蜘蛛 一起謀殺了狼 狼的威脅消失之後 人類的村子進一步發展 蛇的三居 軟的日口 鴉的能力 豬的回末 繼承了守護獸血物的長者四家 就是當時誕生的了 不過故事還未終結 被人類和同伴謀殺的狼 加入了黃泉人的陣型 為了讓人類伏仇 成為了象徵災禍的存在 盤永賴是黃泉人的勢力範圍 亦都是狼和黃泉之母一起 亦是狼和黃泉之母一起 返回人間的撤口 回到人間之後 狼會殺害村民 然後以避害村民的形象出沒 晚上狼會恢復本性 用殘忍的方法血制村民 將盤永附近的幽水人 必須阻止狼入侵 通過 身內名神制定的 被稱之為黃泉記之宴的異典 模仿當時 屍狼之宴的儀式 這隻狼狼 即是 這樣設定這隻狼 即是比較合理 因為本身是守護神 燕匯期間 整他一天 處決一個人 自古 從古至今 試親一直都是禁忌之中的禁忌 為了避免發生試親的悲劇 狼 狼 猿猴 烏鴉 蜘蛛 四大守護獸 會以家戶的形式 幫助人類殘明狼的身份 就像背叛之夜的殺眼一樣 人類將走 人類把走 談戶 然後選擇一個人吊死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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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殺 判定了 古代 差不多的事情 但我覺得 很有趣 這個設定 是這樣的嗎 我大致上理解 也就是說 人類背叛了狼神 而且這一段恩怨 一直都沒有斷開 不過 我有幾個問題想不明白 先知實 這件事 我只是告訴你一個人 聽 我好像 已經看到狼神 這個 透過矛枝的門縫 那裡看到的 那個真實得 令人不寒而慮的夢 都是暫時保密 人類的身體 狼的頭 這種感覺 我的意思是 我沒有看錯 人身浪面 對 是啊 我當時還聽見了 女人的慘叫聲 我認為我所見到的狼神 就是殺害馬公的兇手 這個就是血祭 不過 如果狼神的目的是殺害和偽裝 為什麼他不處理他的屍體呢 那些什麼規矩 之前說的這三件事 只是 忽現就是為什麼呢 忽現...應該不是... 選害屍體的意思 肯定有其他重要的含意 回頭說,你昨天的規矩都沒有告訴我 就叫我躲在茅廁中,不是想殺死我嗎? 即是怎樣都在死,是中第一波的意思 然後,我真的活起來 可惜,我沒有被Dressing 獄像 究竟千知實的身份是甚麼呢? 心情有點複雜,不過我相信她已經揭穿了全力 嗯,這樣說起來,當時的慘叫聲 是馬功臨終時候的悲鳴 還是來自其他受害者呢? 比如說,如果當時的慘叫聲是你發出來 現在的你,就是狼假扮佬 好肯定的假覆我不是狼 每個人都會這樣說的 看來現在的情況很複雜 第一個問題 有兩隻狼神是根據那個圖案的 那個畫在巨大蠟岩上面的圖案 扭扭曲曲的菱形和船窩 確實有兩個這樣的圖案 兩隻狼打這麼多東西好像不太划算 這個是猜測來的吧 但,可能是這樣的 山祭的地方 每年都會有一個火葬行列 但每年都會有一個火葬行列 甚麼叫做 假裝演手活手的遊行隊伍 狼的角色 有多少人出現 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蛤? 難道狼神不只一個人這件事很正常嗎? 有三座 為什麼現在只有兩隻? 有三座 有幾隻狼神出現 有幾隻狼神出現 占い或什麼都會有 身車決定 但 決定 夜間 有三座 也就是說 畫在那種蠟岩上面那些嗎? 對 對 沖場 那些石頭 也沒有神藏 所以 那些石頭 畫在神社的地上 聽說 有四座 是 保護的牠 在夜間的藏 沒有人 你看到這個地方 去哪些人 如果印記只有一個 有限隊伍裡 就只有一個人假裝狼 嗯 厳密的確定 可能 可有 神藏主的狼神上 是更正好的 瘋狼神 整潔多 是甚麼意思 那瘋狼神上 地下 這是優水的傳統禮,跟上騰兩沒有關係 我知道了 總之印記的數目代表著遊行隊伍裏面狼神扮演者的數量 先知實的餘氣,沒有任何吉利的感覺 總之最重要的就是狼神的上限應該是三個人 看來我先入圍主了 狼是三個人組成的人狼隊伍 我不是很了解神話和傳說 不過我可以確認一件事 我從來沒聽過國產的人狼怪談 人面犬啊,妖狐的傳說,就屢見不鮮 人狼傳說的發源地應該是歐洲 不過,三位一體的神家,這個傳說就有不少 幼是吧,或者叫什麼 臉幽啊 或者是因為這種形式,比較好設定角色 只是三石人狼這個設定也太複雜了 總之,必須適應這裡的設定 只有這樣才可以理解現在的情況 其他守護獸的家護者呢,有多少個人呢? 猿只有2人,他只有1人 心內神社的像也有那種 然後有2個,其他守護者有1個 對呀,即是說,守護獸有5個人 狼有2個人,其他人就是普通人類了 狼不止1個,這次麻煩了 手強的意味呢? 你剛才說過,一天只能處決1個人 狼的人數越多,燕匪的維持時間就越長 啊,對呀,狼不可能只有1個人 如果這樣的話,烏鴉就沒必要存在 為什麼? 烏鴉的能力,是測驗 屍體的身份是狼還是人 也就是說,狼不會因為死亡而解除變身 屍體會繼續維持人類的樣子 所以才需要烏鴉的能力 只要烏鴉能夠鑑定屍體的身份 如果只有一隻的話,不用鑑定吧 這件事已經被人發現了 那時候 如果唯一的狼死了,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人類贏了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狼的殺戮停止,遊戲搞定 人類勝利 啊,這樣吧 那就是說,狼只一人的話 殺人的有無就是狼的生死 烏鴉的加護 聰明 這個不是正常想都會想到的嗎? 都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就算犯人這件事都沒意義 也不然 這個情況就很頭髮回來了 應該不是只是學生 不是普通的學生 究竟我是什麼身份我都還不知道 這個,你認為我是什麼身份? 解決鄉下困難事件的名偵探 這個不是還到正屍的世界嗎? 好像幾有畫面感 對了,我還有其他問題想問你 狼一天可以殺多少人 如果狼一個晚上就把我們全部殺死的話 遊戲就會直接終結了 狼應該都是一天殺過 誰要調查的 今晚在山上 你說得沒錯 如果除了蜘蛛守護的對象 人類直接全軍覆沒 那麼蜘蛛的家戶都沒有意義 又回到一日子的問題 馬公和橋本的死亡是血制的結果 如果狼殺人的數目沒有限制就麻煩了 不過如果一日只殺一個的話 另一個問題就出現 為什麼只有這種超人智慧的怪物 要限制殺人的數量 不思議 就是為什麼 他不需要這樣做 這個疑惑也很正常 如果有三隻狼 一個人的肉 絕對不夠吃 嗯,單純是復仇的殺陸禮 狼也不想這樣做 但必須要這樣做 狼也要徵守規矩 維和感的根源就在這裡 只要違反王學技的現規矩 就會受到被稱之為污染的懲罰 作為山神 本應該揭力排除 入侵自己勢力範圍的王全人才對 但是 又通過家戶這種微妙的形式 提供支援 而且限制著一人之人 一日只能夠處決一個人 遊戲 我總是覺得是神的遊戲 多一點 而站在狼陣營的角度 也只能夠一日殺死一個人的前提 難道人類和狼 都要徵守著山神的規矩 按基督教的教學解釋 人類和撒旦是平等 都是神明創造的生物 必須要按照神明的計劃行動 令到人類和狼公平競爭 山神 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這個傳說 沒有聽上去那麼簡單 肯定另有忍情 嗯 好像很恐怖的樣子 好想知道啊 狼一日到底可以殺多少人 還是去找長輩確認一下比較好 應該有啦 已經死了兩個人 而且說不定狼神假扮成的人都死了 糟了 屍體被收集支持必須好好調查一下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其他人的屍體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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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體被拔不 loose 已經被拔甩了 разм 哇 真的嗎 他是專業的嗎 對 財 elastic mission 你MP福 這裡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为什么不离开这里或者报警呢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最合理的自救手段 我知道优水人很迷信 但是这个迷信已经引发了生命危险 为什么没有人会抵制这个迷信呢 为什么啊 是什么意思啊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怎么做得绝对穿不过这个龙巫 这些是经验还是你们接受的教育 没办法离开他们的地方 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的地方 那我呢 不存在无理由的深信不疑 难道在无意识之下 他经历过某种足以令他确信这一点的事 就是那个不会死 然后会在原地复活的那个经历 对吗 就是有了死亡的记忆 但是又不会死的那样 不会吧 就算没有根据 也都确定没有办法离开这一道啊 嗯 嗯 嗯 是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不能够否定慢性这个可能性吗 我已经被山神无事 如果我提出一个人离开的建议会怎样呢 我说我已经被山神无事 如果我提出一个人离开的建议会怎样呢 哦 因为我不是参加这个宴会的 所以我说我要走了 但是他说会阻止 要不然我就会去送死 哦 这一个 真是吓死人吗 你在担心我啊 哇 又来 又所以最担心你的人就是我 多谢你的爱 哈哈 不是吗 面红啦 面红啦 难道是被我猜中了 嗯 spraw isso 诶 无缺度的 各样害你差诶 çok没什么相知 то 无不愚意 ia 这真的没错 ». 你的意思是其他人都不会有良知啊 对 exception 我对爱人的态度比你生长中还要更慌 oâm 但有点亲近感 就同意跟我一起去長途自駕遊 今生的告別 所以給你一個滿意的答案 等你死也死得安長一點 原來是基於同情的空投支票 等我們離開了這裡 我再重新約你 我覺得這個位置究竟是怎樣的難打烈 如果可以跟你約會的話 就算是借錢 我都會買一輛新的車 咬式溝女啊楊榮 大家學一下吧 如果現在回答你就像立了這個死亡FAP 這樣 撒嬌啊 差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不是普通的療妹啊 而是我現在唯一的精神之處 就不可以老老實實地上吊嗎 OK 警察的事現在不用指望 因為超自然的現象 嗯 那也有 但是 上藤良 如果是上藤良 應該 他應該未必會理 因為他也知道這個習俗 在安水上 什麼事起 上藤良 也不會理會 這件事很嚴重 其實我大約有一些感覺 啊 還沒說 你知道我說什麼 我也還沒說 對 安水 就是 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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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他已經猜到我想說什麼 孤立 沒事 剝奪享受福利的權利 有些村子會把犯罪者執行私刑 這是日本以前的社會行為之一 簡單來說 就是通過冷遇 將部分村民排搶村的外面 利放逐還有一步之遙的措施 沒有人 沒有人 很多 牧島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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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這樣說完之後 令我想起 是不是就是 那四個守護獸 那四家人 其實才是 特意來這裡放逐的人 因為他說 捲島爺爺 山 山蝎 經常都忘了那個字點讀 因為簡體字不是很會看 還有這個像高 但其他那四家人 應該是 在這裡是 有問題 所以才被人這樣優了下來 好,這個當然啦 鄉跡那一家就是日口家的 鄉跡未亦加入之前已經有小太 然後再生了一個,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真是一個幾令人不愉快的話題 孤立這件事,現在已經很少見 不過在這種鄉下的地方,一旦被孤立 就算被斷煤氣斷水,也是很正常 城裡也經常因為鄰居糾紛的問題 經常發生鄰居糾紛的問題 講回實話,人類的本質從來都沒有進步過 但不管怎樣說 現在竟然還有因為家庭矛盾而孤立家人 這件事 時代,簡直就是時代的悲哀 他應該是在家庭矛盾之類的 網仔是能理家的嗎? 他的名字又沒有,他是侄子 是嗎?應該是這樣 小少爺 蛤?是這樣嗎? 是他的舅父 是他的舅父 完全看不出 但網仔是喜歡扮女裝的 所以被本家送那個人去婚家 然後以養子的身份送到休水 這樣說來 青枝界確實提過什麼廢的 什麼 都已經是什麼時代 真是夠了 你呢? 每個人在說一些他們本身有罪的 他的家族 因為他老公死了 所以 等等 我們先分析一下 我覺得我有些需要 字面上有點亂亂的 首先 鄉跡阿姨 就是他老公死了 所以被搬到這裡 被要求搬到這裡 我真是一個婦人很慘 小泰 那太長呢? 小泰就是太長 但又有另外一個不良少年 跟著 網仔就是能力加的小少爺 那就是因為可能 就是喜歡扮女裝 所以又被人送了過來 好 大約分清楚了 那你呢? 那你呢? 你以前是不良少女來的?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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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接受 應該是說 這樣就最適合我 嘿嘿嘿嘿 這樣的啊 還不是因為你一者 以手為功嗎? 嗯... 最適合不良少女 收皮啦 那些是嗎? 哈哈哈哈 不知道路口裡面 等一下閃過一個MK妹 這個... 是一個幾乎被... 拋棄的集落 也就是說 我覺得外部支援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而且這個集落的每個人 都因為某個理由 認為離開這裡的可能性是零 現在 應該怎麼做呢? 咦! 有兩個選擇啊! 選項這回事呢 最麻煩 先說個靚符 你問我呢 抱著作死的心態 既然這樣可以說 我就選擇離開了 因為他說 我都說明我們要探索全部N 不能夠再深入下去 必須要在天黑之前離開這裡 就算不必參加這個宴會 我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證 以現在的現況來說 如果沒有人帶路 幾乎全部難痕 不過至少還有一線的希望 下定決心之後 我隨便跟千之實談了幾句 我們就準備一起回到她的房間裡 在房間裡收拾東西 為什麼我總是吃背面 為什麼不讓我飯堂吃飯 我不准美問 她也不准美答 我也不打算再深入 忍著好奇心 最後趁著千之實在廁所的機會 我留下一句 我走了抱歉的便條 然後就背著書包離開她的房間 她這裡的食物是有點可疑 我平著呼吸 小心翼翼地避開村民 以上騰良為目標前進 終於走到休水的出口 居單一粒鹽的粒香 沒有硬化的山地邊 就好像是一座 沒有還良的鳥居 喜霧的山林 的確比起平時更陰森潮濕 亦更加危險 不過比起繼續留在休水 應該沒有什麼更危險的選擇 我繼續前進 不過腳步很快就停下了 因為山路 塔坊了 難道馬公和橋本昨天晚上沒有離開 是因為這種程度的塔坊麵包 是因為這種程度 麵包車沒有辦法過去 不過我現在只是一個人 知道小心什麼 應該沒有問題 玩遊戲的時候 我最討厭的就是空氣場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種看不見的東西阻礙的設定 噢 打機的時候有些槍就哭不到 對了 還有這條路突然之間消失 然後變成 一段懸崖峭壁的設定 聰明就是這樣 應該不會 我爬過斷面 沿過山路繼續向前 遍地都是枯葉土 還有一些藤蔓植物 和一些鮮苔 受濕氣的影響 很容易就會滲低 山路越來越崎嶇 可以一邊截斷 左路的樹苗 一邊繼續前進 這就是一座荒山 明明是山村 藤良村竟然沒有發展到林業 穿不穿下去 好像開始有點危險 可能我會跌死 好超迫的山坡 不管怎樣說 都爬不到上去 我要一個山坡的側面 小心翼翼地向上爬 正量不偏離 目的地的方向 不過是以緣為 不知不覺的 我又擋失了路 繼續向上爬 我知道這個不是明智的決定 不過 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 上藤良村山頂附近 只要往上爬 應該就沒有問題 只是這片龍墓確實很麻煩 什麼都看不見 就好像是湯米裡面游泳 就好像是米湯裡面游泳 或者是牛奶冬 空氣越來越沉沖 連呼吸 都變得困難 整個身體就好像被黏住 不要胡思亂想 現在現實 只是一條龍墓 只是龍墓 我緊緊緊貼著山坡在上面 繼續向上爬 這個現實 只是龍墓 我不斷地說服自己 直到失去意識 蛤? 什麼N4? 竟然 咦? 要不需要提示 聽聽聽 呃...又死了啊你 哈哈哈哈 必須要盡快推薦下一次的劇情 這個N4就叫做森林為中 看來必須要遵守規矩 不可以離開優水 其實我都不太了解這裡的規矩 果然不作死比較好 不是那些最好難受 不知道防石陽明的幸運還是不幸呢 就算死了也有機會重來 令他接受已經死亡的事實 好 好 他下次死也好看 拜拜 好啦 那我們今天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回來再繼續 各位 拜拜 了解 好 好 我看這個